最新的社会焦点 一块来了解到发生在新北市中和区的新南路 那么一起非常重大的火警 当时你可以看到那么一栋公寓 结果四五楼都被隔成多达28间的出租套房 结果一失火不得了就造成了逃生困难 警销人员虽然是架设了双截梯 但紧急救出这些住户 还是有人是来不及逃的 两名住户甚至当场被活生生的烧死 七名住户更是被农民给抢婚 送一只后宣告不知 目前最新的情况我们时间交给宣灵 好了主播可以看到橘红色的火光 从民宅窗户窜出 消防队紧急架设梯子 一过来 一过来一点 一过来一点 一到左边 一到左边了 民宅四楼五楼已经陷入火害 有人在窗外喊救命 警销人员紧急救援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快到了快到了 小宝人员紧急救援 小宝人员协助住户一个一个沿着双截梯逃生 不过有些住户却来不及逃 男性男性一名 消防人员从屋内抬出一名男子 拨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警销人员当场实施 CPR进行抢救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重大火警 晚上八点多 一名男子在新南路一处公寓纵火 虽然二十三号凌晨三点 警方就已经将理性嫌犯逮捕到案 不过这期大火还是夺走了九条人命 有两人当场烧成交尸 另外七名住户被农烟抢婚 虽然紧急送一抢救 但最后仍然宣告不治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最新资讯